大家好 我是三喵先生 一个有温度的学渣 这些天 俄国入侵乌克兰 他们官方的说法 说我们是在反纳粹 反法西斯 这是咋回事呢 原来乌克兰东部 有一个反俄的军事组织 叫做亚素营 他们被媒体渲染成是新纳粹 那么这亚素营是怎么建立的 他们跟纳粹又是怎么扯上关系的呢 今儿咱们就来聊聊这其中的故事 2014年 乌克兰东南部各州 在俄罗斯的支持下纷纷闹独立 成立了所谓的顿涅茨克共和国 这一时间乱局四起 这面对俄国入侵 乌克兰政府是当然不肯放弃东部国土了 但无奈自己的政府军战斗力太弱 又被打得措手不及 情急之下 这乌克兰的内政部长发布了一道命令 授权去在当地招募平民 成立新的准军事组织 当地还刚好就有这样的民间组织 特别是一些极端球迷 有一支球队叫哈尔科夫冶金工人 他们最极端的球迷叫巴尔协会 这个协会成立于1982年 平时他们这些极端球迷往体育场里扔个烟花 好不打对方球迷 这都是家常便饭 而且随着苏联解体 乌克兰独立 这个球迷协会的成员 秉持着极端仇恨俄罗斯的这种政治立场 成了当地为数不多的反俄的民间组织 本来这种政治立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和平时期 顶多也就是足球流氓闹闹事 几个警察就能给他们办挺了 但是随着俄国入侵乌克兰东部 这里迎来了乱世 巴尔协会秉持的信念 让他们成了当地为数不多 能够团结民众 抵抗俄国入侵的民间组织 所以在乌克兰内政部长一指命令之下 这巴尔协会迅速完成了 从一个纯粹的球迷组织 到政治化军事化的蜕变 这巴尔协会完成军事化改造之后 一开始就一赢的规模 叫东方兵团 后来这个组织不断的发展状态 为啥呢 只要是反抗俄国入侵 都来者不拒 你像心系故土的乌克兰前议员 你像当地的民兵志愿者 在别处得不到机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甚至还有外国的雇营兵 一时间 这鱼龙混杂 泥沙俱下 这东方兵团很快 从一个营扩充到了一个团的规模 而且他们也有了自己的驻扎地 在哪呢 亚素海沿岸的别尔江斯克 所以后来他们这个军事组织 就被称作亚素营或者亚素团 很快 亚素营就迎来了第一个实战机会 同年春夏之交 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 马里乌沃尔亲俄分子 发动叛乱 占领了这座城市 到六月份 乌克兰政府军开始反击 在这次反击当中 亚素营一马当先 占领了马里乌沃尔的市政府 和其他的主要建筑 并且展示了乌克兰国旗 在当时 亚素营的战斗力非常强悍 远超普通乌克兰政府军 不夸张的说吧 全乌克兰能打的就这么一支部队 所以在首战之后 尽管国家极度困难 乌克兰内务部长还是宣布 用国家财政去供养亚素营 甚至给他们装备了像坦克装甲车 这类的重型装备 在当时亚素营士兵的待遇 远远好于普通乌克兰政府军士兵 一个普通的乌克兰政府军士兵 他的月薪是1505个格里夫纳 多少钱呢 人民币314块钱 而一个亚素营士兵 他的薪水是4303个格里夫纳 约合人民币899块钱 这钱也不多 但是亚素营也不光指着这笔钱活着 毕竟是反俄极先锋 他们在国内外赢得了大量的同情 也收到了很多很多的政治献金 这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通过自己的战场表现 这亚素营完成了政府的朝安大业 解决了编制问题 那在此之后 有了靠山的亚素营 那是越战越勇 随后这乌克兰政府军的历次行动当中 这亚素营也都是一马当先 重创各地的轻俄武装 他紧接着 亚素营麻烦来了 自己形象太差 他们在攻打马里乌波尔的时候 就被指责过度使用武力 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 当然除了杀人 你像什么截队还放火 也都顺便干了 但是他们的副指挥官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还辩解说 我这截队有理 这影响就太坏了 亚素营赶紧做出反应 撤掉了多嘴的副指挥官 但是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 随着亚素营更多的细节被媒体曝光 民众惊战了发现 你这亚素营原来跟臭名昭著的纳粹联系这么深 你别的不说 就他们这营辉 看起来特别像二战时候 纳粹德国党卫军帝国师的师辉 狼之公 这为此 亚素营的发言人专门出来解释 说你们不要多想 我们这师辉绝对不是在致敬纳粹 这是乌克兰与国家意志 这两个手字母 H和I 这缩写的艺术字 跟纳粹无关 你们不要多想 但是这边 这发言人刚刚摆平媒体 那边亚素营 军营里面这士兵 就把照片发到网上 大家一看 好嘛 这希特勒画像 纳粹万字 反此种种 你这怎么解释 你这不是新纳粹又是什么 乌克兰官方和亚素营 面对这样的指摘是百口莫辩 纳粹在整个文明世界当中的地位 就跟那哈利波特里面 那位名字都提不得的福地摩 是差不多 你既然亚素营 是坐实了有新纳粹思想 那政治线你就别想了 一时间 西方对他们的政治捐献 几乎断绝 这时候 亚素营的领导人 反而在乌克兰 去宣扬自己的新纳粹思想 他们的指挥官 比列茨基 甚至宣称 我要竞选乌克兰一员 他联合了很多 跟自己观点类似的 极右翼政党 组成了一政治联盟 结果呢 大选结果出来 这比列茨基和他的联盟 加起来得到的选票 也就2%不到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说实话 你说乌克兰二战的时候 被纳粹祸祸祸的这么惨 你在乌克兰 你还拿新纳粹玩政治投机 这实在是打错了算盘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亚素营身上的这种 新纳粹的污点是洗不掉了 而且越来越成为他们的负资产 乌克兰政府也明白这一点 这些年 他们一直在提高 他们其他军队的待遇和战斗力 并收到了显著的成果 所以我们看这几年 其实亚素营在主流媒体上 是慢慢慢慢的淡出了 反倒是俄国 抓住亚素营这新纳粹思想不放 言之凿凿的说 自己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 是在打击所谓的新纳粹 是在反法西斯 说到新纳粹 其实新纳粹的主流 这老国就在俄国 你这俄国人不去自己的国内处理 这些新纳粹 反倒跑到其他国家去反法西斯 真的是颠倒黑白 真有意思 你说起来 这新纳粹这样的极端思想 任何正常国家都会有 你毕竟哪个国家没烂人 这乌克兰历经战乱 老百姓特别渴望过上和平安稳的生活 你说起来 如果真的是 岁月静好 现实安稳 像新纳粹这样的极端思想 那不会有市场 你只有在生灵涂炭 天下苍生倒悬的时候 像新纳粹这样的极端思想 才会大规模的扩散开来 这亚素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本来大家日子过得好好的 又是谁在后面煽风点火 说是乌克兰东部独立的 没了那个幕后的指使者 亚素营能起来吗 所以亚素营当然他有新纳粹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借着这个 说自己入侵是反法西斯的 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好了 那关于亚素营的故事 和他与纳粹的关联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我是三鸣先生 一个有温度的学者 谢谢大家